搭搭油股883 因为昨天OPEC加召开了部队级会议 宣布继续保持着逐步增产的策略不变 11月每月增产就是40万桶 油价昨天是做好的 布兰特企油和纽约企油就升2%和3% 去到7年和近3年的位置 油价在这个市况之下真的做得不错 还有883就有回A的概念 你又怎样看883的前景呢? 这是小青来的 8.8买入了 继续持续持续好吗? 始终油价也是一个暂时性的上升 因为现在都是因为外围的因素 令到一个上升的状况 但事实上会留意到当油价升的时候 对应环球的通胀也是升温的 以至全球会干预 以至调控通胀的机会都相当高 所以油价不会持续地有一个上升的状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 因为上周试了9元这些位置 但收市就不到 所以可以多看两三个交易日 如果它突破到9元收市的时候 当然可以看之前历史高位 靠近10元的状况 但如果多看两个交易日 它都不能突破9元收市的时候 我觉得吃了虎仙就会好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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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